那今天我敢拍这支影片呢 绝对不会是只有我个人的主观感受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在华语中心教外国人中文的 所以我是非常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的 他们对某一些香港人呢也是有一些抱怨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把那些抱怨还有我个人的经验结合起来 来告诉大家 在香港你可能会遇到哪些讨厌鬼 今天这支影片呢不谈感情来谈谈我在香港的生活 那事实上呢我在香港这样子大概住了一年多左右 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对我很好的人 那我也觉得香港人80%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 你会觉得他们非常的真非常的帅直 讲话不用拐弯抹角 在这边生活很轻松自在 除了物价有一点贵 大致来说我在这边的生活是非常的舒适的 那我也很感谢香港朋友们都对我这么好 而也因为这样子我之前也做了几部关于香港的影片 来告诉大家 事实上香港人非常的好相处 那香港女生们也非常的可爱 可是就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偷偷的来问我说 真的所有在香港的人都那么的好吗 拜托怎么可能 你想一想在台湾你遇到的人都很好吗 只要人一多一定就会有一些老鼠屎嘛 所以当然的我也遇过一些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讨厌的人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来分享那些 我在香港呢最常遇到哪种讨厌鬼 虽然80%的人都很好 可是就会有20%的老鼠屎 破坏了香港人给别人的印象 那今天我敢拍这支影片呢 绝对不会是只有我个人的主观感受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在华语中心教外国人中文的哦 所以我是非常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的 他们对某一些香港人呢也是有一些抱怨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把那些抱怨 还有我个人的经验结合起来 来告诉大家 哦在香港你可能会遇到哪些讨厌鬼 首先第一种讨厌鬼 不只是我哦 我的学生也经常们遇到 那就是进电梯以后 不帮别人按着开关 直接走到最里面去 那这种讨厌鬼其实我是非常常遇到的 尤其是在要上班的时候 有一些香港人呢 他就是进了电梯以后 他就会往里面走 完全不会帮下一个人按住电梯的门 可是香港的电梯门 他关的又特别的快 所以事实上 我已经看到了不下十次的电梯夹人事件 而且通常都是夹在 走路比较慢的老人啊 或者是小孩子身上 那我看的就是非常的心惊胆跳的哦 不过幸好香港的电梯门 他的力道不会很大 所以就算夹到了 事实上也无伤大雅 但我相信被夹到的人 还是受到一点惊吓的哦 那在台湾或者是我学生们的习惯是 你只要第一个进电梯 你就会反受性的帮别人按着开关 让别人进来 也免除了这种电梯门 可能会夹到人的危险 那我想可能是因为香港人比较户籍 如果进来的人不是自己认识的 就会认为哦 你自己应该要照顾好自己 所以被夹到 那也不关他们的事情 除了不帮人按着电梯开关以后呢 我更常看见的是 明明那个人正朝着电梯走来 但可能是因为他们刚好赶时间吧 所以赶快按关门 所以那个人就得眼睁睁的看着那个电梯 在他面前慢慢的合上 哇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 你没有帮别人按着开关就算了 你还赶快按了关门 真的是让我吓一大跳 那我再说一次哦 这个情况不止我一个人看见 很多的外国朋友们也来跟我反应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想如果你是会帮别人按着开关的人的话 那你一定是特别特别的体贴 那如果你的朋友呢 家人们可能不会帮别人做这个动作 也可以稍微的提醒他们一下 有时候这个小小的动作啊 就会让别人觉得哇 你好窩心 对我们这些不是本地人的人来说特别的好 那第二个常常遇到的讨厌鬼就是 在上地铁的时候啊 没有先下后上的观念 所以只要门一开 有一些香港人就会迫不及待的冲进去 而且会很不适向的站在门边 所以导致后面要进去的人呢 可能就会挤不进去 也因为这样子在通勤时间呢 常常会有人挤不上地铁 那我想他们会这么做 也有可能是因为非常赶时间 或者是觉得哦 他们也下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现在上去没有关系吧 但是我们在台湾呢 有非常强的这种观念 一定是捷运里面的人先走出来了 我们才会想要进去 而且大家会好好的排队 所以一开始我看到某一些香港人这样子迫不及待的冲进去的时候 我就真的觉得哇是不是因为你工作要迟到了 所以才会那么的敢 要不然事实上如果你先冲进去的话 那么里面的人是很难出来的 也会造成上下车的一个阻塞 所花费的时间不是更多吗 而且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香港的朋友们要是你看到你的朋友比较急性子 比较等不了别人先下车的话 可能稍微的把它拉一下 因为对我们这些非本地人来说啊 就会觉得 嗯 你这样子冲上来了 我下不去 那我是不是还是得要跟你借过 我才出得去呢 那这样子对大家而言都没有比较好 那第三个呢 我和学生们常遇到的讨厌鬼呢 就是 撞到你不会道歉 当然我也说过了 这个只是一部分的香港人 可是因为我不论在哪个地方 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旅游 我只要被撞到了 通常都会听到对不起 或者是对方会对你点头致意 表达一下他不好意思的感觉 可是在香港呢 我只要被撞到了 我就会叫自己不要期待得到任何的道歉哦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 你们也知道在香港的生活步调就是比较快一点 尤其是在上下班的时间 大家可能赶着走 他可能也根本就会不知道自己撞到你了 因此自然也不会有道歉这个动作了 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的香港人来说 这件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所以你们可能也不会有多大的抱怨 可是因为我不是香港人 所以我来到这里 就连到昨天 我都被狠狠的撞了不知道三次还是四次 而且没有一句道歉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还是一件非常非常不习惯的事情 那我当然知道你们时间忙 可能有事情要做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走路没有你们快 但是要是你们愿意 稍微的对我点个头 我和我学生心里的感受呢 可能都会好一点 那最后一个呢 我也是很常听到学生们提起 那就是有些香港人特别喜欢打量人 而且那样子的打量不是偷偷的打量 而是光明正大的把你从头打量到脚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打量不一定是带着恶意的 有可能你们是觉得 哦他的衣服好看 那个女生漂亮 那个男生很帅 或者是他拿了跟你一样的包包 也许那些香港人不是故意的 可是毕竟我不认识那些人 所以当我受到这样子的打量的时候 事实上是心里有一点不舒服的 每次当我受到这样子的打量 我都会觉得 嗯是我穿的特别奇怪 还是我做了什么事情 非得要被这样子评头论足一番 心里是不太习惯 也觉得有点尴尬 窘迫的 那在台湾呢 不是说我们不打量人 而是如果我们想要看谁的话 我们是偷偷的看 所以你很少会遇到那种 打量你 甚至跟你对上也的情况 但是我来香港的这一年多呢 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跟我对到眼 并且上下打量我的香港人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样子的打量呢 是带着赞美的意味呢 还是批评的意思哦 可是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要是你本身喜欢打量人啊 喜欢看看别人 或者是跟朋友讨论路人啊 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关系 可是眼神可能稍微的收敛一点 我们就偷偷的看 不要被对方发现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以上就是我和学生们 偶尔会在香港遇到的讨厌鬼 我再说一次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很好 可是这20%的老鼠屎呢 很可能会决定 别人对香港人的印象 那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我相信我的粉丝们 绝对绝对不会是这些讨厌鬼哦 但如果你身边有家人朋友们啊 偶尔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要记得稍微的提醒他们一下 因为也许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改变呢 就会让别人觉得 香港是一个对人非常友善 非常温暖的地方 那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香港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呢 能起到一点点提醒的小作用 让香港变得越来越好 那最后我想要讲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哦 我在香港过的这段时间非常的开心 那我也很感谢香港朋友 网友们对我一直都非常的友善 给我很多的帮助和资讯 可是我得跟大家说 当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我很可能已经不在香港了 而且目前也没有再搬回香港的打算 所以这支影片呢 很可能是最后一支 我在香港所做的影片 那也很感谢大家这一年多来的照顾 网路上的影片 我还是会持续更新 所以希望你们还是一样能支持我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要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一定要帮我订阅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